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求助于师兄义达 他提出可以换到马约拉拉基底 这样便可以利用 克里弗带术的举证不可约表示 他写了几黑板 为我讲解新的基底 不知不觉到了午夜十二点 我已经困得睁不开眼 异大还在来回踱步 想要完整地推算出27种情况 到了不得不结束讨论 回去收拾行装的时候 他仍然非常不甘心 之后 我顺着异大的思路 在新的基底下 完整地解决了问题 他知道后 才长舒一口气 在文章的最后 我向他忠心致谢 不仅因为 他让我 他为一个和自己不相关的课题 费心思索 倾囊相受 更谢他 让我看到找准基底的重要性 在物理学中 基底就是描述物理系统的框架角度 类似于数学中的坐标系 人文科学当中的范式 其实人生也在不同的基底选择下 具有多面性 做什么工作 交什么朋友 看重什么 如何处事 这个基底 是人生大楼的脚手架 选准的基底 研究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找准符合自己本性的生活方式 人才能活得自在 师兄在研究中 会演发向了正确的基底 而在生活中 他也选择了顺应本心 而探索科学真理的基底 费心钻研 不过是他在合适基底下 灵魂的自然倾途 而我也将赴美攻读凝聚态物理博士 走在了找寻自己基底的道路上 不可 不可控 唯有不断反省 砥研思想 2015年夏天 北京前进市锦赛 我入选了北大近百人的志愿团队 可是工作刚开始时 我就被日程安排 网速太慢 这些问题抱怨所淹没 难道志愿者就理应大包大揽地解决一切吗 我一度心灰意冷 在失落中 我意识到自己的心态 其实是在期待他人的感激 如此便背离了志愿行动的初衷 以前我们歌颂奉献精神 我多是人云亦云 其实自己的本心并没有完全理解 认同他的含义 所以才会导致挫败感和不利的工作 之后随着时间的推进 我慢慢找到感觉 熟练地换桶装水 寻找储物贵的钥匙 更新赛事信息 熟记鸟巢周边的情况 当我完全投入不问回报的时候 反而收获了记者朋友竖起的大拇指 也最大的发展了自己 生活的境遇不由我们掌控 当现实和期望形成落差的时候 反攻自省 抵立思想 定心做事 才能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行 不可控 更需要坚定本心 坚持自我的勇气 由于物理学院量子中心 和德国马克思普朗克 固体物理研究所的合作关系 我有幸得到了在那里 科研实习的机会 刚到所里的时候 大家以姓来称呼我 叫我松 一次研讨会上 我刚开始做报告 台下已有轻重离场 我没有理会 依然依照准备 展示了自己的工作 结束后 研究所的教授们 纷纷上前赞赏 系主任拍着我的肩膀说 一个本科生 完全用版书 就可以把这个工作完整 而想略得当地展示 I'm impressed 之后 大家学会了我名字的发音 见面的时候 也纷纷用 薛瑶 来给我打招呼 而在大三这年 报告的工作 也发表在物理学评论快报上 在新的文化语境中 同事间无法充分了解 他人的刻板印象也不由我们掌控 坚持本心 坚定自我的向目标前行 是对偏见和困难的最佳回应 寻找适合自己的基底 在自省中体悟人生 坚定地向目标前行 是母校北大赠予的三样礼物 愿多年以后 无论何时何地 我们皆能听从良知的声音 笃定迎接生命的所有可能性 以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